瑞典公司公开了一艘完全由电能驱动的水翼客轮 船体轻巧,启动后船身能浮在水面上航行,减少阻力 高速行驶也不会产生巨大波浪,免受水道速线 可以将航行时间缩短为一般渡轮的一半 电动水翼船模型在测试时,只要16秒就能达到30节的速度 能将一般渡轮的55分钟航船缩短到25分钟,效率极高 是因为水道的棒写不再移动,因为 ils寄入水管 这些节奏双法的温度 effect,这就是 tryin身体 fromORA 那么我们吸 of seventh水力的胸 这种特色 recycled生的航用 电动水衣船体积更小 耗能与混合动力巴士差不多 大大降低了渡轮成本 业者可增加营运班次 成为一种新兴水上交通工具 接驳船型最多可承载30名乘客 电动水衣船公司未来将提供不同船型的电动渡轮 预计于2024年推出第二种船型 在斯德哥尔摩的水道上营运 搭载乘客从市中心前往郊区 新团野太电视书和整理报道